大家好,我是一南天,欢迎来到义博士水风智慧讲堂。 不管您信不信风水,但是有个词,相信网友们都是耳熟能详,这个词就是财位。 家宅的财位关乎到全家人的财运、事业、荣誉等等。 所以,大家在装修的时候,财位的布局和摆设都是非常重视的。 确定财位的具体方位,古人总结了一套方法,叫做动静法。 它是我们找到明财位的关键所在。 所谓的动静法是先找出房子的动位和静位。 动位是气场去流动状态的方位。 而静位是指气场稳定长风聚气的方位。 家人进进出出的路户门就是家中最大的动位。 那么,离路户门最远的对角线方位就是静位,也叫做聚气位,或者明财位。 比如说,路户门开在左边, 柴位就是位于右边对角线的角落方位。 如果路户门开在右边,柴位就是位于左边对角线的角落方位。 如果路户门开在中央,柴位就是在左边对角线的角落方位。 聪明的网友就会问, 老师,既然有明财位,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暗财位呢? 答案是有的。 可以这样理解,明财位代表着家中存钱的方位。 暗财位就是代表着家中赚钱的方位。 是您开财员开财员的防备。 按财位的确定就比较复杂了。 根据九宫飞星的紫白飞星,简单来说呢,就是一百六百八百三个财星,取集圣万的地位。 再结合义族的路神来确定的。 这样找出来的财位呢,最精准。 比如说,主人的预感是甲,那么路神就在尹,尹的方位是在东北。 如果东北又是三大财星的升旺之地,那么呢,这个财位对主人来说,就是非常的重要了。 财位的布置呢,讲究的是清静、安定、长风俱起。 第一呢,财位以升,所谓的升是指升机勃勃。 就是说呢,财位应该多摆放长绿的植物。 尤其是发财树啊,巴西铁树啊等等呢,最为细语。 注意的是,这些植物啊,最好是用泥土来种植,不要放置水养的植物。 明财位呢,不要见水。 古人有钱财见水,富之东流的说法。 第二呢,财位以坐。 财位是财气所聚的方位,因此呢,应该善加去利用。 除了放置生机陌生的植物之外呢,可以把沙发呀,放在财位上。 此外呢,把餐桌摆在财位上也是适宜的。 因为呢,餐桌是进食之所,在吸收食物能量的同时啊,又可以增加财气,可谓玉局两得。 同时呢,如果主人在财位上面办公,摆上办公桌,那也是非常合适的。 可以吹忘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。 所以呢,办公桌的财位布局啊,原理上呢,是跟家宅一样的。 第三呢,财位以静。这里的植物是指安静,也指干净。 有一次呢,我到一个朋友家去看风水啊,发生家中的名财位呢,对放了多年的旧报纸和旧假物。 于是呢,建议他立刻清理,而且保持干净整齐。 这样呢,避免了财运和健康运势的回落的危机。 第四啊,财位不可以无靠。财位背后呢,最好有坚固的两面墙。 因为呢,象征着有靠山,代表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样呢,可以长风聚起。 反过来呢,如果财位背后是透明的玻璃窗,或者呢,落地窗,这样呢,不利于积聚财富,而成漏财。 如果有窗的话啊,窗户呢,可以用窗帘来遮盖,或者呢,经常去关窗。 第五呢,财位不可以受压。财位受压呢,导致家财无法挣扎。 倘若将城中的衣柜,书柜,组合柜等等呢,放在财位。 令财位啊,压力重重,容易对家宅的财运呢,产生负面的影响。 主人呢,工作劳累,儿子呢,难以存钱。 在这里呢,依老师啊,要强调的是呢,并不是找到了财位,就能发财。 财位的,物质和摆设呢,虽然在窄运上啊,能够助你一臂之力。 但是呢,真正想发财致富,勤劳经营,努力工作,是步步可少的。 好的,今天呢,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想了解更多房子物质方面的知识啊,也可以呢,直接私聊一老师。 谢谢大家,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